大家好,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在我开始之前,记得订阅本频道,打开小铃铛。 这样我发表新内容时,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据视角机构Counterpoint Research数据显示,在智慧型手机和AI半导体强劲需求的支撑下, 包括台积电3奈米和5奈米工艺在内的先进制程需求继续推动行业增长。 相反,非AI半导体的复苏依然缓慢。 除中国外,全球成熟制程代工厂的利用率UTR维持在65%至70%的较低水平。 在成熟制程领域,12英寸成熟制程的需求复苏情况好于8英寸制程。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的代工和半导体市场的复苏节奏超过全球市场。 中芯国际和华红等中国代工企业继续表现出强劲的UTR复苏, 第三季度的UTR从上一季度的80%以上,上升到90%以上。 这一表现得益于无晶圆厂客户需求的提前复苏以及半导体本地化举措。 然而,由于中国的晶圆代工企业在过去几年中一直在积极扩大成熟制程的产能, 随着更多产能在2025年投产,成熟制程晶圆代工企业的竞争必将加剧。 从各大晶圆代工厂的收入份额来看,台积电以64%的收入份额排名第一, 三星代工厂以12%的市场份额位居第二, 中芯国际2024年第三季度业绩强劲。 在消费电子、智慧型手机和物联网应用需求复苏的推动下, 公司收入实现强劲增长,以6%的收入份额排名第三。 接下来依次是联电5%,格罗芳德5%和华红2%。 月前,DTimes报道称, 马斯克旗下的AI初创公司XAI已向辉达订购了价值10.8亿美元的GB200AI伺服器, 并获得了优先交付权。 预计辉达将于2025年1月开始交付这些伺服器, 由富士康代工生产。 报道称,马斯克直接联系了辉达执行长黄仁勋, 讨论了XAI的GB200伺服器订单事宜。 优先获得辉达的AI伺服器有助于XAI更好的实现其目标。 黄仁勋和马斯克之间一直有良好的关系。 黄仁勋曾多次公开赞赏特斯拉, 表示特斯拉在自动驾驶汽车方面遥遥领先。 但总有一天,每一辆车都必须具备自动驾驶能力, 这更安全、更方便、也更有趣。 11月,有消息称马斯克正在与辉达讨论对XAI的潜在投资。 当时,黄仁勋拒绝评论相关传闻, 但认可了XAI团队的辛勤工作。 今年11月下旬, XAI在完成50亿美元的融资后, 估值达到约500亿美元, 在6个月内估值几乎翻了一倍。 据知情人士透露, 最新一轮的投资者包括卡塔尔投资局, Valer Equity Partners, 红杉资本和Andreason Horowitz。 近日,还有消息称, 马斯克旗下XAI公司计划最早于12月, 推出其旗下Grock聊天机器人的独立应用程式, 与OpenAI竞争。 在此背景之下, 据路透社日前报道, 多位知情人士称, 台积电正与辉达洽谈, 讨论在台积电, 位于美国亚利桑纳柱的新工厂生产辉达的 Blackwell人工智慧晶片。 知情人士称, 台积电正在为明年初投产做准备。 对此, 台积电和辉达拒绝发表评论。 Blackwell是辉达今年3月发表的AI晶片。 辉达表示, 生成是AI和加速运算领域的客户 对其Blackwell晶片的需求很高, 目前已经供不应求。 据悉, 在为聊天机器人提供答案等任务中, Blackwell晶片的速度最高要快30倍, 同时功耗降低了25倍。 知情人士称, 协议一旦敲定, 将为台积电亚利桑纳州工厂争取到另一个客户。 该工厂计划于明年开始批量生产。 目前, 苹果和AMD是台积电亚利桑纳州新工厂的现有客户。 报道提到, 尽管台积电计划在亚利桑纳州生产辉达Blackwell晶片的前端工艺, 但这些晶片仍需要运回台湾进行封装。 这是因为亚利桑纳州的设施目前不具备晶片上晶圆基板COLOS封装能力, 这是Blackwell晶片所必须的关键技术。 台积电所有的COLOS封装产能目前都集中在台湾。 台积电是世界上最大的合同晶片制造商, 如今正投资数百亿美元在美国凤凰城建造三座工厂。 辉达目前正在全力生产Blackwell晶片, 且在努力扩大明年的产能, 但仍将供不应求。 研究公司Creative Strategies的执行长兼首席分析师Ben Bajeran表示, 与之前的晶片相比, Blackwell采用了更先进的封装技术, 这就增加了一个难题。 Bajeran预计, 整个2025年, 辉达的Blackwell晶片都将处于供不应求的局面。 辉达是人工智慧热潮的主要收益者, 今年以来, 该公司的股价已经上涨近两倍, 总市值超过3.5万亿美元, 为全球市值第二高的上市公司, 仅比排名第一的苹果公司低1000亿美元。 目前,辉达的下一代旗舰, AI晶片, Blackwell正在积极交付中。 第三季度, 包括微软, 甲骨文和OpenAI在内的许多终端客户, 已经开始接收该公司的下一代人工智慧晶片, Blackwell。 辉达执行长黄仁勋近日表示, Blackwell已全面投入生产。 日前, 还有消息称, SK海力市将采用台积电300米生产, HBM4。 韩国经济新闻报道称, 传闻韩国记忆体晶片大厂, SK海力市应重要客户的要求, 将于2025年下半年, 以台积电300米制程, 为客户生产客制化的第六代高频宽记忆体, HBM4。 报道称, 消息人士透露, SK海力市已决定与台积电合作, 最快明年三月, 就会发表一款, 采用台积电300米制程生产的基础裸片, Base代的垂直堆叠HBM4原型, 而主要出货的客户是辉达。 根据现有的消息来看, SK海力市会将其HBM4的基础裸片, 较由台积电300米制程制造, 有望相比之前的传闻的5奈米制程, 带来20%至30%的提升。 而三星的HBM4的基础裸片, 此前传闻将会采用4奈米制程制造, 这也意味着SK海力市的HBM4可能将会比三星更具优势。 有业内人士近日爆料称, SK海力市之所以改为采用台积电3奈米制程, 来制造HBM4基础裸片, 是为了应对三星以4奈米来生产HBM4基础裸片的声明。 结果, 三星现在也考虑以3奈米生产HBM4基础裸片, 甚至可能选用台积电的3奈米制程。 然而, 据台湾媒体报道, 台积电2奈米客户需求强劲, 为应对长期需求, 2奈米相关扩充产能计划将导入南科工厂, 以制程升级挪处空间, 预估南科工厂3奈米部分产线有望转为2奈米, 从2025年底至2026年接取量产扩充。 如南科工厂2奈米计划实现, 台积电2奈米将达到至少878个厂的产能。 到时候, 以3奈米制程为核心的厂商, 恐怕又要头疼产能问题了。 那么, 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观看, 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 库论有余。 最后, 请你点赞, 订阅。 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持了。 谢谢。